而且别人也会心里想出 那你又长得怎么样啦 你又长得怎么样啦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嗯 又到星期一咯 今天好像又要聊一个很轻松的事 可是你好像没有很轻松 会吗 我觉得我今天可能会火力全开 你在凶什么啦 你在大声什么 还好啦 你要干嘛 我要努力压抑我今天不要暴怒 是哦 是哦 有这么生气啊 有一点 坦白说有一点小不爽 怎么了 我们先来聊点别的啦 没有啊 你先跟我说那句话 是哦 对 你摊坏头发啦 我以为我要就是买梗在后面 那个 如果就是听众没有加我脸书的话 还不会看到我的样子 那我们 我可能要把我现在的头发的样子 放到我们的粉丝专业 给大家攻神嘛 你怎么好意思 我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真正的公开过我的长相 你为什么好不好意思的 因为我就是一个有尺力 就是很 所以你对自己的外形很没有自信 我曾经啦 现在好一些 可是我也没有就是想要自己当网红什么的 对啊 可是 因为我们 我们的节目是以内涵取胜 所以啊 所以干嘛呢 干嘛 我又不是网红 干嘛露脸呢 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 我想要制造一点反差萌 是哦 就是搞不好我们就一直在讲说 其实我们外表也不怎么样 我们外表也不怎么样 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公开的时候 大家可能 惊为天人是不是 也不会 就是可能会觉得 也没有那么糟嘛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一定会的啊 因为其实本来就 就是颜值算是中间 可是没有到很高 可是就是因为 曾经有被霸凌过 所以就想说 我没有勇气 就是面对 听众 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讲 这些想要霸凌的人 他们就是不适合 当我们的听众 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其实就是在讲 就是外表这件事情 美丑的定义 好我先问你 你对自己有没有自信 你的外表 关于你的外表有没有自信 我曾经很没有自信 嘿 为什么 对 因为 其实我觉得 我 我本身长相 不是不好看 但是 我认定的帅哥的样子 并不是像我这种 因为我曾经讲过一个很经典的话 我知道 就是我曾经说你很帅嘛 因为 我以前很喜欢你 以前 这句话是多余的 就是以前喜欢你的时候 就是单纯的喜欢你那张表皮 这样子 然后 就是我就说你很帅 你就跟我说 我不是帅 我是美男子 这样子 对 我觉得我是美型的 可是 因为我不喜欢 我知道你说你以前 你觉得所谓的帅 要像高以翔那样子 有男人味的那种 对不对 男人味 男子 有男人味的那种 对不对 就是 我觉得我是怎么样 我是 我是可以当 比较解尼斯系的 但是我要 必须 我先说 不是说 现在就可以 而是说要精心的打扮 还要包装 要有一些努力 也要健身什么的 才可以 但是 我是有这个潜质 我觉得 对 你是说 你 就是如果不做任何装扮的时候 素颜的状态下 其实也是帅的啦 这样的意思 我比较帅 如果说 你要上台 就是要演奏钢琴的话 然后稍微set抖一下 然后再穿个 反正只要是男生 穿上西装之后 就会变得人模人样 那种衣服 对 就会变得很帅气 对 就会 就是颜值会更高这样 对 可是我说 我曾经就是 没有很有自信的原因 是因为 那个时候我找不到 自己的 特别的特色 就是我 我那时候 因为你知道 我以前小时候 我是完全 几乎不会自己 去买衣服的 对 反正就是我们衣服 也都是爸爸妈妈 给我们买的嘛 然后 以前呢 我们国高中的时候 我们头发 几乎都是怎么剪的 你知道吗 国高中的时候 还哦 对 都是我 欸 好像国中啦 高中我有点忘记了 反正都是我妈剪的 嘿嘿 对 就是那时候 他们可能就觉得 这样子省钱啦 可是你知道 就是隔行如隔山 虽然我觉得 他们也是很尽力在做啊 但是 你知道吗 没有进步吗 剪到高中 还没有进步 就是他们觉得 就是会剪到那种 只要剪短就好 只要那种短的 然后但是有中分 的那种 就是短短在这边 就是 那不是当年最流行的吗 没有 啊 他旁边是 一种 像是 头发的那个 病角那边 是 有点 龟头帽 反正就是一个很呆啦 然后以前小时候 真的是完全不会觉得 我不要 这样子 都不会反抗 就觉得 就是可以接受 这样子 没有 我是觉得说 你既然在 你的Podcast节目上面 就是 只称 你的母亲 你剪成龟头 我 我 瞬间 找不到其他的 智慧 可以 这么精准的 你的家人听到 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仔细想想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不会怪他们 因为我觉得 那就是一个历程嘛 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自己是觉得 那是一个经验 就是一个 反正 我们现在有 慢慢往好的方面 前进了嘛 但是我 我只是想说 我来po一个 就是那种 我的 人员 到人类的那个发展史 就是不是那种 有的 有那种图 就是那个 从那个样子 驼背 的那种 人员 驼背时 没自信的意思吗 不是 就是有一个那种演化 人类演化 是不是有一个图 就是那种 就是人员 然后慢慢直立 慢慢直立 这样子 然后我也来做一个 我就是那个 最呆的时候 慢慢到现在 这样子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那就是那个啊 最近不是脸书 特别风险的那个 什么十年改变的 那个只有两张啊 我觉得我应该要选出 几张 就是 横向排列 这样子 我看过你的高中照片 没有到差啦 好 那我要选出最 震撼人心的 震撼人心 对 然后我就说 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因为 第一次可以摆脱 这样子的模式嘛 你就去烫了一个 很不错的头发 首先我先 我先请我的高中同学 来我家 然后帮我染发 哦 就是我升大学的 就是我真是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请同学来 在我们家 然后就 也不是请 就是我邀请他们来我们家玩 然后顺便他就帮我染发 对 然后我就来了一个金 金黄色的头发 对 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现在想起来觉得 那时候真的很胎 对 因为其实根本 因为我觉得那个 就是要 还是要有经验的人 可以就是 把那个发色 对 发色不会那么的金 但是那时候 我就是整个就是很胎 当然啦 对 我们都经历过那种时候 我想应该也很 很伤头 因为也没有 不知道怎么保护嘛 也没有在互发什么的 对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 我就是换了几个 几种造型 但是其实都没有很统一 就是 其实那时候是一个 没有风格的人 但是因为 就是因为这样的人 所以才会一直想要去改变 一直想要去改变造型 但是我并不是那种 想要改变自己 就是像我现在 我改变自己 是因为我对自己 有一定的自信 我觉得我想要 就是走目前 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对 然后我也慢慢想要说 可以开始发展一些 影片的东西 所以可以走目前 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去 去追求这个改变 可是以前那个时候啊 是大学的时候 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说其实 那时候都乱试 然后 譬如说 就踏一个卷法 然后或者是 染亚麻色的头发 反正就是 什么都会试 但其实 因为我试了之后 可能就是 特别那一两天 然后之后我都懒 然后我 反正我就都不理他 所以后来就会变 又邋遢回来 对 反正我一直都是走那种 很不修蝙蝠心 对 对 真的 你有点像是 诶我这样讲 会不会有人生气 就是比较像 类似工程师的装扮 就比较不修蝙蝠 然后就是 那样 工程师到底是怎么装扮 就是吼 呃你比较没有 你还 你没有做到全部啦 就是之前有人分享 一张工程师的 那种必备装扮 比方说 就是 衣服一定会塞进裤子里 然后 可是你不是 你不是说这样子 还会显得腿长吗 要看衣服 如果是那种毛衣式的 就会很 很 我觉得要看衣服啦 对 如果是衬衫就OK 那要看气质 对 我现在要讲这些事情 绝对不是在抨击工程师的 就是说 工程师 可能就是真的是 很专注在工作上 还有腰带在哪里 对 腰带不能在太上面 要不然变科皮 就高腰 腿很长啊 没有啦 我是在小时候就是 可能男生多半就是觉得说 反正我就工作嘛 干嘛就是一定要 反正就进办公室又没人要跟谁开会什么的 都是在公司里面上班 就比较不会去在意这些 这样子 对 可是我说实在我真的好像 我在新竹教书这么多年啊 真的比较少看到那种会轻心打扮自己的男生 工程师 少 真的少 对啊 因为其实工作习惯也是嘛 对啊 哦有一个 最近有一个就是 他是竹科的 可是他 他就是很明显有在健身 然后就是 虽然说他的穿着还是偏简单戏的 可是 就是觉得他有在认真的打扮自己这样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就是稍微为自己就是打理一下 不是一件坏事啦 对啊对啊对啊 我完全不觉得 就是为自己的造型 就是花一些钱 是一件浪费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对自己有自信咯 比较有 嗯 对 我现在我还不能说是我对自己很有自信 那我就先说说 我以前非常非常的没自信 我知道 你也知道就是我曾经 我怀孕期间最高胖到70公斤嘛 嗯 就是在那个 我们之前在那个柯南那一集 就是日文情境小剧场那一集 就是有讲我怎么健身的啊 然后就是 我大概是从65公斤 就是减到50公斤左右 就是目前现在这样 可是 各位注意 我只有148公分 嗯 就是其实 真的也不算是那一种 什么什么 瘦子 不是 我不是瘦子 嗯 对 然后就是因为常年都很胖 对 然后当时你也不是因为我的脸或是我的身材跟我交往的 我知道 因为你讲话很好笑 对 你是因为 对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是因为我很好笑 不是好笑而已 而是就是 你要好笑也可以很好笑 可是你要很严肃的分享一些事情 你也是一个很可以 有内涵 然后聊很深入话题 然后也可以很有观点 我相信 现在听众朋友已经 就是 铁粉们应该都可以帮我作证这一点吧 哦 对 都做到76集了 应该是不错啦 对 所以我觉得我不用露脸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吸铁粉 对不对 怎么说呢 其实我 我跟你讲 其实因为我自己坦白说 我那时候也对自己是没有很有自信 对 脸吗 各种事情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不会说想要说 去找一个就是 我觉得 所有的条件都是满分的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最近有看一本书 那本书叫做 思考的艺术 它是一个就是在讲一些 就是一些偏误 就是一些这种 我们的思想上面常常会有的一些盲点 这样子的一本书 然后它里面有讲到一个选择的 的偏误 然后它就讲说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人啊只要选择很多 都会就是 反而是越来越难去做决定 比如说 举个例子哦 这样 比如说你在那个大卖场 有64种优格的口味 你反而都不会买优格 可是像以前如果只有三种优格 它的销售率就会非常的高 所以你看 就是像选择 男女朋友也是一样 就是以前的话就是 其实你没有太多的选择 你可能就是 因为你平常就是生活就很单纯嘛 就是社团 然后或者是班上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选择不多 然后你自己也不会觉得说 要很精挑细选这样子 可是以现在来说 现在就是太多选择 譬如说你交友软体 你就可以开出那么多条件 哦就是这个意思 对 反正 反正现在 反正会陷入迷雾当中 到底谁才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要讲一句话 这就是你不要生气 我刚才已经生气了啊 选择不多 可是我要讲一句话 就是 我们现在不要选 就是不要 想自己要选一个最好的 我们只要选一个够好的 可是够好之后呢 就是我们跟够好的人结婚之后 我们可以一起慢慢的越来越好 就是我觉得现在是 那时候好像是 在很有限的标准下 我觉得我选择你 但我比较重视的是你 我比较在意的部分 就是 有没有才能来这件事情 可是我真的觉得你现在也有 我要讲一个很浪漫的话了 你现在有真的越来越美 哎呦 真的 就是我觉得你现在不但是够好 你还是越来越像最好迈进 哇哦 对 这句话也是情话吗 大家眼睛又要瞎了 是 哎可是我以前真的是非常没有自信 因为那时候真的胖太久啦 而且我刚刚跟你交往的时候 就是 呃 我现在要讲一下事情 如果你对于长辈这两个字 有过敏的话 请立刻关掉这一集 啊我有花本证 啊我有长辈证 关掉 就是你的家族那边有几个长辈 其实非常不喜欢我 你要讲这么直接吗 就是不满意我啦 你不要讲你做一个梦之类的 哦 我我有一个朋友叫A女 他就是跟他男朋友在一起啊 然后就是他那边的那一个 他男朋友那一边的家族 就是不是很满意他这样子 因为他长得不是那么好看嘛 这样子 然后呢就是 就是这个A女啊 就是参加了一个 就是南方那边的一个婚宴 然后在婚宴的场合上面 就被一个长辈 南方那边的长辈 就是这样搂着肩膀 就是这样拉过来就说 那个长辈好像有点喝醉了 这样就趁着酒意就说 你啊 要再瘦一点 这样才可以结婚 为什么要停那么久 我要给自己瞎营销的时间 对这句话 非常的伤害那个A女 就是哦 所以不瘦的人是没有资格结婚的 这什么逻辑 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被一个世俗的 美丑的价值观绑架的一个想法 我不否认就是 你如果说很多人都会为了要结婚 要上那个红毯就是会去减肥啊 然后就是把自己 能够塞进那一件礼服里面 然后刚好就是在那个时候 是最漂亮的 我觉得就是留下那个最美好的 自己的样子是非常棒的 可是不代表说 你胖就不能够穿婚纱 或者是不能够跟别人结婚 到底这样子 然后那个A女啊 非常难过 就当场就是累撒那个婚宴会场 然后就跟她男友哭诉这样 男朋友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人家这样 是不是很难过 好悲伤 好接下来 反正还是结婚了嘛 可是在论结婚家的时候啊 那个南方那边的另外一个长辈 比较就是位阶比较高的 就是叹一口气说 爱上就是爱上了啦 没有办法 他们真的那个年纪的人 真的说话真的是 有时候 对啊就是 反正就是 就是怎么 反正喜欢嘛 没有办法 就是也阻止不了啊 啊没有办法 就给他们结咯 这样 可是就是明显就是不满意 我们要往好处想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还是传到那个A女耳朵里 我们要往好处想 起码他们没有就是懒婚 他们没有说就是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结婚 这样 就是他还是放我们自由选择 哎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 然后他在那边一直炉在那边吵说干嘛 人换我可能就不是 他可能就不会结婚了 你这样怎么可以就是 你真的不能当那个 哎呦 不能当 对我就是A女 大欺猎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然后A女呢 还要就回到A女 A女后来就结婚了嘛 然后前两年就是 呃不是前两年 就是最近才刚发生的事情 嗯 就刚好穿了一件 比较贴身的衣服 啊不是贴身 是合身的衣服 对 可能就是一个 就是姿势没有巧好这样子 然后就突然被 另外一个长辈 嗯 就是这样 从背后这样摸上来 那个长辈是女的 就这样摸上来 就说 哎这个后面 那个肉肉 我跟你讲 我教你一个小撇步 要穿什么什么 才可以把它压下去 就可以让它 不会这样露出 那个坠肉 嗯哼哼 然后我就很不舒服啊 哎 我又讲了我 就是觉得 可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女生 她 她也没有恶意 她只是真的想要 传授你 因为也许她也有 这个困扰 所以她 她也就是觉得 看在我们是那个 亲人的面子上面 她跟你分享 只是 因为有些 就是不喜欢在 任何在外表上面的建议 因为我觉得 那个外表上面建议 听起来就是有点刺的 就是觉得 你觉得我不好 可是 我想要分享哦 就是 呃 因为我这次烫头发 嘿 对 然后就是 我就po我的照片 在我的个人脸书上 然后就 马上 很多很多人的留言 嗯 然后 呃 其实有人说好看 嗯 但是也同样也有人说 觉得不适合 或者是觉得很像戴假发 很像画上去的 然后甚至还有最狠的最狠的 嗯 说我想王浩宇 王浩宇没有到很差啦 可是她是比我 应该她的体重比我重很多吧 她好像是这 这一两年才开始有点发福 是不是 呵呵 反正我就觉得 类比她就是 蛮伤人的 可能是 是不是因为她最近形象也不是那么好 也还好 我没有去了解这些 哦 然后 对 其实我觉得都 OK 可是我觉得 呃呃就是 有些人的那个留言 会让我觉得 哈 第一个是 我有跟你这么熟吗 你怎么 这么的跨越界线的在批评 嗯哼 对 然后我就不讲是什么批评的 反正就是 大家就 好像就是很容易就是觉得 那只是个玩笑话 有什么不能说的 还有就是 会觉得有人会批 有人已经有一些负评了 嗯哼 当然不是那种很惨的负评 不会说 你怎么 这样很丑 这样 不会有这么狠的 可是我觉得 有些人就是可能 看到有风像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会 想要跟着 跟着加入 然后就 就会说什么 呃 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别的地方 反正就开始 对我品头论足了 呵呵呵呵 好 但是我 呃就像 有点像是你的这个状况嘛 就是有些人就 很喜欢给建议 下执到期 对对对 可是呢 以前的我 可能会真的很深 很难过 就是不是生气 因为我是对自己没自信 就像那个时候 你的状态 嗯哼 就是你被人家说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 我不够好 对 可是我 我现在我的心态 我是觉得 我觉得我够好 呵呵 然后我去改变造型 然后别人讲什么 关你屁事 对啊 但是我不会这么冲的说 跟大家 就是好像 我不会把人划分成说 呃给负品的就是坏朋友 我不会这样说 我会说 哎 我很感谢所有 给我真建议的人 真心建议的人 我觉得你们都是真朋友 嗯哼 但是有些不够熟的 还这样子的话 我就觉得 呃反正我没有想要跟他深交 嗯哼 可是呢 我重点来了 我重点是说 我觉得我喜欢现在我的样子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啊 对 所以说 即使说 那个长辈他跟你讲说 那个 这样子 背后露出来 如果你对自己够有自信的话 你为什么不能会说 不会啊 我就是喜欢这样 我不喜欢啊 因为就是还没有剪完 可是你 可是你可以 你可以展现这个态度 给他知道说 我 我想要怎么样 都可以 但是我 我觉得你就不要说是 你怎么这样说 让我觉得很难过 什么 就是不用这么直接 但是你可以说 我觉得我这样很好 当你有这个自信的时候 任何人也不能动摇你 可是我觉得 我很难做到 像渡边之美 或是像粉红猪 那样子的自信感 就是会觉得 自己就是一个胖啊 然后 很难有自信 所以才想要一直往 有自信的那个方向迈进 然后我自己很清楚 我一定要当一个瘦子 试试看 才会知道说 当瘦子什么感觉 可是那个追求 是追求不完的 因为你 你会发现 你要追求瘦这件事情 你是会无止境的追求 然后你知道有些人是因为 太过于就是偏执的在追求 反而变成厌食症 你知道那个像木匠兄妹 那个女生 我猜 对 他就是这样子就生病 可是我不会这样啊 就是我还挺爱吃东西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 因为有些人一开始的时候 也觉得好像可以 但是后来是慢慢慢慢 就觉得 我要再追求那个 一点点 一点点 这样子 我觉得重点就是 你要把那个 那个偏见放下 那个对于美丑的那个 审美观的那种绑架 这件事情放下 其实这个就像是情绪 勒索这个字 其实不成立 所以对你外在 就是要求这些绑架 其实他 他完全不构成绑架 因为绑架的话是 你没有选择权 别人绑架你 然后你就必须要被他绑架 因为人总是有选择嘛 那他当他这样子说你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不去承接 他这个批评呢 你可以说 我现在这个状态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即使你其实心里 还是有不快吗 对 可是我觉得 如果展现这个态度 就是说 我觉得怎么样都OK 别人也 奈你不能不合 奈你什么 又奈你合 对 他也奈你合 是这样吗 是这样子讲吗 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又能怎样呢 对 他又能怎样 然后反正 就是 就像是我们做podcast 就是我们 今天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就是离专业 或者是离真的很 非常非常精致的东西 不行 但是他就是要这么做 就是我们就是要这么做的时候 也没有人 就是即使有人 有给什么建议 我们也可以选择去 说谢谢你的指教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这样做的很OK啊 对 我觉得这个界线 非常难拿捏 就是 就是 我们可以虚心的说 谢谢你的指教 然后另外一个 比较极端 就是像周明轩那样 老娘就是喜欢这样 你管屁 这样子吗 可是 他那个心态 是你可以放在心里 就是你心里面 可以有一个 周明轩的态度 说老娘想要这样 老子想要这样 对 可是 因为我们还是要尊重 就是人与人之间嘛 而且其实我觉得 人家愿意给你建议 其实也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当然当然 所以我们也是要感恩 对 但是像我 我觉得 我很感谢 就是有一个朋友啊 就是 很多人都是说 好看 就是我头发好看 但是 镜框可以换一下 的确我自己也觉得 镜框可以换一下 那我 我那时候 我在脸书的那个留言的时候 我就问那些有说的人 我就说 那你觉得要换什么样的好 嗯 然后呢 其实我预期的答案 应该是说 可以换圆框的啊 可以换什么 无框的之类的 那种很明确的答案 但是我很感谢 有一个朋友呢 他就是 给我的建议 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种镜框 就是有各种类的 其实你要自己去试着 去带带看 然后自己去 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哪一个 因为我们的建议不能够左右你 就等于 你自己要真的 你自己喜欢 那你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现在 我没有觉得 我这样的眼镜很好 但也没有觉得 非常非常的不好 对 可是既然有人这样说 我觉得 我觉得他的重点 就是说 我可以试着去 走不同的路线 再试试看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想法 是很好的 因为 其实他 你应该有这种经验 就是别人会有 给你一些建议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变 然后但是是A A说A的 然后B说B的 对 那就是完全没有统一 然后你听了很多很多之后 你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对啊对啊 所以你一定要还是要回到你自己 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其实你自己最清楚 那 当然那个长辈 对你的这个讲法 你也许你心里面可以稍微的接受 接受他的意见 你可以参考 但是未必要 就是为了他而改变 而是你自己就想要改变 你才改变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的态度是可以觉得 就是 第一个是 他这样讲你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对你自己有足够的自信 你就可以跟他说 谢谢 我会参考看看 然后你不会被影响到 这个是最好的状态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无法做到这样子 你也可以做一个就是 就是 在他的面前是更有自信的样子 因为当你更有自信的时候 譬如说像凯特温斯的 我很欣赏他 因为很多人都说他是以前就是会 笑他肥温什么的 他就说 他就是非常大女人主义啊 他就直接呛啊 就是说老娘就是喜欢这样 怎么样 我得到了那个铁拉尼号的角色 你没有 对 就是我是 我就是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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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k 想想Rose 对啦 对啦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耶 因为就是曾经当过一个没自信的人 然后慢慢的为自己建立起自信 真的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嘛 对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 很就是耳朵听到很多意见 然后反而不知怎么样去做选择 这一个事情让我想到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嗯 他就是在要结婚的时候 就是要去挑婚纱嘛 嗯 女生吗 女生 女生 然后就是跟他老公 就是要结婚这个老公 然后还有找了一些 女生的一些闺蜜 就是大概三五个吧 然后一起去挑婚纱 然后当天他们也是讨论的很热烈啊 就是这样 你一言我一语的 然后这件好 这件不好 你应该穿什么好 这样之类的 然后最后就挑了三套 然后这一天回到家之后啊 这个女生非常的不快乐 嗯 因为他觉得那三套都不是他喜欢的 嗯 嗯 对这种经验就是我说的 因为都是朋友给的意见嘛 就是别人会 就是挑婚纱到底是要挑你自己喜欢的 或者是你真的适合自己的 还是说你要挑一个 上场的时候 大家都会为之经验 别人觉得好看的呢 嗯 我觉得很难对不对 如果说你带朋友去的话就会这样 然后后来呢 就是故事的发展有后续 就是这对夫妻 他们就自己去再去挑了一次 就没有再请任何人陪他们一起去 就很顺利的挑了他们自己喜欢的 就好了嘛 对啊 是啊 我觉得就是回到自己 像我今天我去参加一场婚礼哦 嗯 然后那个新郎 他呃就是 他之前的造型都是比较 就是老实的风格 嗯 就是他平常的样子是老实人的样子 嗯 对就是那种你说的工程师样 他真的蛮工程师感的 对 可是他今天就是抓了一个头发 就是有那种 上面就是尖尖的这样子 就是反正就是比较 也没有到很 比较有设计感 对是比较有设计感 可是我今天听到就是有一个人 他私下就是跟我讲说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新郎的头发 呃就是有点做坏了 这样子 怎样 因为他说 他觉得他应该是要走老实人的风格 他长是老实人 他应该要配怎么样 但是我心里面就打一个问号 奇怪耶 我今天我心里面就打一个问号说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老实人 人家搞不好真的 其实他 他只是看起来很老实人 可是他内心 很狂野啊 对啊 你为什么要左右人家的个性 而且你干嘛 用你自己的那个刻板印象 去定义人家 对像有人就是说 我 我这一次的头发就是 我的脸跟我的头发是不合的 但是我 我能接受的是 他有他的主观的看法 因为每个人都有嘛 可是我自己不觉得 然后后来我去了解他 我大概知道说 他可能是比较喜欢韩国的明星 那我再讨论一件事哦 就是韩国的明星 有韩国明星的审美的标准 韩国社会对于帅哥的 就是欧巴的那种审美 时代 对 他们比较喜欢就是那种白 很白 就是皮肤很白 然后高 然后脸蛋就是完全没有一丝瑕疵 然后头发就是那种厚厚的在上面这样子 哦 对然后 他病脚是 对病脚是剃光的 剃很 很 很干净的 很干净的 他那样子的造型 其实是最近算是很流行嘛 韩风 好 但是我这种头 第一个是我的脸 我没有 我虽然说也是白的 但是我的脸可能不够瘦 因为我现在脸有点点稍微有点圆 我知道 就是还有努力的空间 然后我的眼镜就是比较大的 比较有点正正 然后比较有点他的 所以我知道说 他说我的头发跟脸是 好像分开来 就是没有逗在一起 我觉得 我可以理解他讲的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觉得 自己这样子是很好看 但是我 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件事 那是因为他觉得韩国人好看 他觉得韩国那样是他叫帅 但是他 当他看到没有符合那个标准的时候 他就会直觉觉得 那个是逗错了 那个是两个东西是逗错的 可是其实我们要回到一件事情 我们的审美观一直都是被别人决定的 就是譬如说韩国还有日本 像曾经有日本有很流行的那种 就是刺味头啊或什么的 现在也是可能会过时嘛 那个很多时候都是社会给你这样强加一种样子 那你觉得那个才是对的 好 那个我觉得是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对的造型 因为难道你不能做回独特的自己吗 别人没有这样子 那我为什么不能创造我成为第一个人 我成为第一个就是老实人 但是我做一个这样子 比较是比较潮的头发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没有冲突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在婚宴会场上男生要做 男生在抓头发 对啊就是新郎 对啊抓头发跟平常不一样是怎么了吗 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说那种 你头发做坏了或什么的那种话 因为我觉得那个坏是你自己的主观认为是坏哦 真的真的 别人可不这么想 但是你当然他没有跟他当面说 还好 但是你跟别人说 你是想要娶别人的怎么样的暖吗 就是我会觉得 他是跟你说 对 我很不认同啊 我是觉得说 难道你的头发就好吗 对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没有礼貌耶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我在我的脸书上面看到某某人 他换了新造型 或是他就是最近有点发福 或是他穿了什么奇怪的衣服 我绝对不会去他的脸书上跟他讲说 你怎么用这个发型 你怎么穿成这样 你怎么变胖这么多 我绝对不会 对 可是就是会有人会这样做哦 然后我的做法顶多就是 拿那手机给你看一下 说哎他好像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 对私下这样就算了 我觉得私下你可以有任何想法都没有问题 可是为什么你要当着别人的面 或者是直接去他的脸书留言说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或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 我觉得超级没有礼貌 对啊 因为我就是曾经 有很多次被别人这样说过的人 所以我非常清楚那个感觉 对 我也曾经就是剪了一个头发 然后的确是不够好看 然后就有人就会取笑我 说你怎么剪了一个安全帽啊 嗯 或者是说从背影看起来很像某某人啊 可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像别人 我只要像我自己就好啦 对像别人这个话题 我自己也曾经有犯过这样的错 但是我 说人家像别人 并不是说很丑的人哦 是说一个线上的明星 但是我真的就是直觉就是像 那大部分的人也觉得 就是不会很生气 可是如果是那种比较有 比较有个性的人 有曾经有人就是会说 他很不喜欢别人说 他是什么某某某某某 就是譬如说中立成起真 我随便乱讲 反正就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我 然后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的 我也是上了一课 我也是觉得我之后 我就不会这样乱去给人家贴一个这样的标签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风格 真的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 像最近就是今年出了一本书嘛 叫做 这世界很烦 但你要很可爱 他的书封就是蛮可爱的 就是一个女生的下半身 然后穿着一件黄色的裙子 对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那本书 然后那本书就是正反评价都有啦 然后好像喜欢这一本书的人 大部分都是那种刚出社会的啊 大学女生这样子的女生们 然后就是比较不太喜欢的 可能就是年纪在少长 就像我这种年纪的 因为里面有一些名言家句 真的让我觉得说 真的是这样吗 有点存疑这样 比方说他有一句就是 你不一定要长得漂亮 但是一定要走在漂亮的路上 这句话我觉得有两种解读 如果是以就是比较世俗的眼光 觉得一定要变漂亮才是很好的 那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人一定要追求 那个世俗眼光的漂亮 而且什么是漂亮啊 可是如果我觉得我换一个解读 就是但一定要走在漂亮的路上 我在那个漂亮前面加一个 你觉得的漂亮 我觉得这样就合理了 就是你要慢慢的走向 你自己最喜欢的自己 那就是漂亮 那个漂亮是你定义的 那我觉得这句话就OK 就成立 那接下来这句你要怎么改呢 当你做到又瘦又好看 钱包里装着自己赚来的钱 克服从前不能克服的东西 你的人生才开始真正的美好起来 这句话前面那一句非常有问题 就是叫做 当你做到又瘦又好看 因为它直接定义了瘦才是好看 对啊 那你把杜鞭指没摆在哪里 没有错 对 我们一直举它的例 你看粉红猪 还有什么你觉得胖但是很漂亮的 胖但是很漂亮 我这一次去看那个CMO乐团 的表演 它其中有一个女歌手 真的超级会唱 真的CMO乐团是一个原住民的 就是以原住民为基调 但是还有其他也是有汉人什么的 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 我真的觉得它虽然说有一点点 我不能说胖 就是稍微比较肉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就是 浑身散发出非常有自信 非常的美好 像是佳佳那样子吗 对 没有佳佳 就是比佳佳在瘦 但是它的 你知道它那个 在舞台上面它那种 震慑全场的那种魅力 还有它那种笑容啊 它那种就是 那个很天然野性的那种美 你真的觉得完全无法逼世 就是我觉得它那样子就是我最期待的 女性或者是男性的样子 就是说 你就是爱着你自己的表演 你很有自信 你发着光在站在那个舞台上 然后我觉得 那难道不是漂亮吗 那难道就是一定要很瘦才叫漂亮吗 对啊 我反而有时候觉得 现在大家都追求那种纸片人的那种美 我觉得是很病态的 你知道那个伊藤润有一集就在 我知道 它在讽刺这件事 它有一个漫画 它就是短篇的 它就是讲说忽然有一个世纪末的一种病 就是女生它就会变越来越漂亮 从很丑的样子然后到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 在最漂亮的时候就忽然死掉 嘿 对你有看过这一片吗 好像有 对我忘记它那个片名了 我们再把它放到说明栏 嘿 然后后来就是大家就 就慢慢知道好像有很多这样的人的时候 它就越来越害怕 变漂亮 对越来越害怕变漂亮 当它自己就是变漂亮之后 它反而会很恐慌 我觉得它就在讽刺这些现象 就是现在人越来越追求那个极致的瘦 但是瘦到 其实有时候是越来越不健康 对反而那个好像就是一种病态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病态的美 确实 那个美其实是 整个社会压力所导致的 并不是你真心的爱着自己的样子 对啊 真的 我觉得如果你要减肥啊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理由 千万不要是因为 哦因为我男朋友说我太胖 或是 我男方的家人那边 希望我再瘦10公斤 所以我才减肥 对 那你绝对不会快乐的 我希望你是自己想要减肥才减肥的 对所以你说到那个自己想减肥 它后面那一句话我就觉得可以 就是说 克服从前不能克服的东西 对啊 这个前提就是说你觉得你想要变瘦 所以你好要克服这个心理的这样的挑战 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 这句话就很好哦 是啊是啊 但是你前提是 当你做到又瘦又好看这句话 那个是 那个是很有 很有主观的那种意识的 有些人就说这本书就是一本毒鸡汤啊 就是说 每行名就是给你一些 我们要奔放自我 就是要从那个枷锁里面就是 解放出来 可是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 另外的枷锁在你身上 比方说要瘦才是好看 哎 可是我就会有点担心 它是一个很卖座的书嘛 对 那会不会真的就是现在年轻人 都会觉得那个是很正确的 就是很多人这样说 就是说啊 这应该就是 虽然说很多人觉得不好看 这本书就是在到底在写什么 就是都是在网路的文章集结而成的一些 一本奇怪的作品 买一榜 买一榜也有可能 我也不晓得 然后就是 然后也会有人担心说 那所以这也意味着说 现在的这个年龄层的女孩子们 其实都是 嗯 比较向往这种感觉吧 就是 反正我就追求这些就好 这样子 嗯 嗯 我也不知道 哎 干嘛 我只能说就是 现在人 可能是被大众的媒体 什么的各种事物影响太深了 是啊 对 像那个就是 韩兴也是啊 嗯 像我觉得 呃台湾可能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像韩国和日本 他们 我觉得他们对于 人的那个美丑 羁绊和 捆绑更深 嗯哼 对特别是韩国 是啊 你看他们整形啊什么的那种 你就知道说 哦 他们 真的是 要完美一下 整个社会 对整个社会其实是非常的表面 是啊 对 那所以我们来下个结论吧 OK 好 我现在想要引用一个纪录片叫做乘着光影旅行 这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是在讲那个 呃 一个摄影大师叫做李平斌 嗯 对 就是当那个导演问这个李平斌 这个摄影师 说 你的风格是什么 嗯 的时候他讲的话 他就说 风格是那些没有风格的人 才需要担心的事 啊 对 就是以前 我是觉得我找不到风格 所以我一直去改变 但是其实我是乱的 我是没有想法的 然后而且其实我那样的状态 我如果刚好变得好看 然后别人夸奖我就会接受 我就会很开心 但是别人如果那个时候 有说不好看 那我就会很沮丧 因为我觉得我白花钱了 因为那时候我对自己是没有自信的 然后我的风格是找不到的 嗯 所谓风格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嗯 你没有特定的兴趣 你不知道自己要变什么样子 嗯 这叫做没有风格 没有想法 嗯 对 我就是任由人摆布 嗯 但是我这一次我 我烫头发 我是 非常有明确的想法 第一个是我想要 好整理 嗯 然后第二个是 呃 我想要 就是 不会 东翘西翘 每天早上那样东翘西翘 嗯 然后第三个是我想要改变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改变是 不管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会牵动的 对 就是当你的外形改变的时候 你自己也慢慢的会想要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嗯 对 学习不同的事物 嗯哼 对 就是不一定是要音乐相关 甚至可以去学很多 呃 你没有想过的事情 嗯 对 那些东西其实是在你自己在改变的时候 你会给自己有一种像是仪式感的东西 就是当你你的外表变了 然后你会慢慢的影响到你的内心 嗯 也可以改变 嗯哼 对 那我要再分享说 其实 有些人会觉得一直在变外表 其实是很搞怪的行为 嗯 但是其实那个 那个搞怪如果是只是为了求怪而怪 那当然就是很搞怪嘛 嗯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的状态是 我自己也在尝试 我比较适合什么路线 嗯 可是 我觉得 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一成不变的 你可能觉得他没有搞怪 嗯 可是我觉得 这样子的人 说 哎 你是一个很很 不求心求变 嗯 好像 听起来可能也是一个很负面的评价 不是吗 就是 相反的就是你说 你很搞怪 可是搞怪不是就是 人类一直不断创造 可以一直进步的一个原动力吗 可是我觉得问题 就不是在于那些人 不在于你要做什么改变 或是你做什么选择 是那些其他人啰啰嗦嗦的耶 干他们屁事 对啊 这是我想要说的 真的是 世界上只有两件事 就是我今天要下来这个副标题 嗯 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件事 嗯 第一个是干你屁事 第二个是干我屁事 对 就是别人什么发型干你屁事 我要剪怎样干你屁事 嗯 然后呢 就是你在说什么又管我屁事 对 对 那我觉得 他说我很搞怪 那我就倒想反问他 那你一直都没有 你都一成不变的 这样子难道是比较好吗 哎 反正我觉得不要去啰嗦别人了 当然我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也落入了那种 就是去啰嗦别人的圈套 对啊 所以我选择就是一笑置之 嗯哼 对但是我心里面真的的想法是说 嗯就是 那是你的风格 可是请你尊重我的风格 对啊 因为我有我的风格 没有错 对 我不觉得我想要去求这样子的改变 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是啊是啊 对 那我也希望所有就是 当你看到别人的发型改变 或者是外表改变 你不要急着下指导期 你也不一定要逼自己要 一定要赞美别人 嗯 可是当你觉得你有 对他有一点不同的评价的时候 其实你要很小心的去错你的词 对 错 错词 错词 对因为你不要说那种就是 有问题啊 或者是什么不适合 或什么的 因为你不是他 你根本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是什么时尚评论大师 嗯哼 对 所以请你放尊重点 是吼 对 真的 好啦不要生气了啦 我没有很生气啊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 我对我自己很有自信 所以我觉得那些话 我就是听听就好 嗯哼 对啊 那你都没有问我觉得 你头发怎么样 那我头发怎么样 还不错啊 呵呵呵 你回来 我在一趟玩第一瞬间 你的真的直觉的感觉是怎么样 像老实说 下一条 就是 哇原来是这样 下一条是很中心的 你有没有 就是往好一方面 下一条还是坏的方面 嗯 就是没有 就是很中心的下一条 就是 很不习惯 就是 哎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个样子 never这样 哎可是我同事都就是 大部分的同事 其实基本上都是很 觉得很好看 对 然后后来 隔天再看的时候就是 你谁 这样 可是后来就真的觉得越来越好看 嗯 反正我觉得 就是你 你要做什么发型 真的是你的选择啦 嗯 就算你真的烫了一个我不能接受的 那又怎么样 那是你的头发呀 对啊 就是这样 哎但我有个朋友 我有朋友就说 哇 你现在变得很好看耶 可是 你可以不要讲话 这样就很像欧巴这样子 可是你一讲话就破功了 这样子 因为你是台湾人啊 干嘛 对啊 没有啊 我就说 那你可以不要讲话吗 哈哈哈哈 哎呀 反正我只在想说哈 当我们在心里面对别人的外表 或者是其他的外显作为 有什么样的 的想法或评价的时候 说出口前 想一想 如果 而且想想看你自己 你难道就觉得你很好看吗 我跟你讲 即使是林志玲 他也不敢这么说 真的 这么说人家 好就是你说出口之前 先想三秒钟 如果三秒钟不够的话 想五秒钟 好吗 对 他如果真的就是 怎么样都 就想一定要讲的话 那你就是跟你身边 很好的朋友 讲就好了 你不要再跟当事人讲 因为你这样子会留下别人 对你的那种 觉得 你怎么这么的 不会说话 对 你就是真的是 而且别人也会心里想说 那你又长得怎么样啦 你又长得怎么样啦 重点是 你真的也没有 你没有多好看 你在讲什么讲 哈哈哈哈 你是 我就是在讲你 哈哈哈哈 没有 我本来想说 你 你 我本来有想要 劝你不要喷成这样 可是你还是狂喷了 哈哈哈哈 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podcast 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不行欸 为什么我不行 就是我 我还是要讲A女什么的 哈哈哈哈 你不要一直 滥用A这个字好不好 哈哈哈哈 还我要再次宣布哦 就是我要再次重申 嗯 就是 如果你会因为我 讲长辈什么什么 然后讨厌我的话 请你现在开始 就不要再听我们的节目了 不要一边听一边骂 对 真的很无聊 对 太闲了 对 好啦就这样子 明天再聊 OK 好 拜拜 拜拜